俗话说 字是人的第二张面孔 写一首漂亮的字 既可令人赏心悦目 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 精神 气质 修养 以及审美情趣 从学生时代开始进行正规的硬笔字训练 既是教学的要求 也是每个人学习和生活的需要 练就一首好字将使人受益终身 凯体字 解体端庄 点画规范 一时一计 书写方便 非常适合用来掌握汉字的笔画 结构特点以及组合规律 是学写硬笔字的入门字体 下面 让我们在专业科学的指导下 开始硬笔楷书的书写练习吧 我们讲一下学习硬笔字用的工具和材料 首先我们讲到用笔 我们这次用的是钢笔 因为钢笔出水性比较强 联系性比较好 出笔封也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我们要想写好字的话 最好用的笔是钢笔 当然如果说 这个入门的小朋友 一二年级的孩子的话 我们建议还是以钢笔为主 然后再用到钢笔 三年级以上都可以用到钢笔 我们也可以用签字笔 因为签字笔 它比钢笔更容易掌握一些 因为它的出水性 没有一下子突然那么大 所以我们掌握好钢笔的话 是写钢笔的前提条件 我们在讲用到子 子方面的话 这次我们用的是 A3的子也有A4的子 我们为什么用米字格 因为米字格的话 让初学者更为清晰 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们用的是米字格 当然如果说初学者的话 也可以用米字格 或者是甜字格 在写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要注意 在甜字格或者米字格当中 你要把握好方向和笔画 和字的角度 结构大小 我们讲一下握笔八法 第一个要点 四点定位 好 大家请看 四点 一个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四点定位 第二点 笔靠指根 笔靠指根 要靠住这个 手指的中间 笔靠指根 第三点 指度抓笔 指度抓笔 第四点 笔靠要倾斜 笔靠要倾斜 第五点 笔端要距离 纸面一寸 第六点 四指靠紧 第七点 掌心空虚 掌心空虚 第八点 掌口要形成一个椭圆形 我们讲一下 学习硬笔书法的坐姿 首先第一点 头正 身直 足平 头要正 身要直 脚要平 眼睛 离指一尺 眼睛到指章 要有一尺的距离 手离笔尖 手离笔尖一寸 手和笔尖要有一寸的距离 胸离桌面一拳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勇字 勇字 它分为五个笔画 八个笔法 好 我们一起看 首先 点 由轻到重 横画 左低右高 顿比 竖直直下来 停 竖 续满力量 勾出 横撇 切之后 慢慢转弯 慢慢抬高 顿比 撇回来 那笔 由轻到重 慢慢地滑入尖尾 好 再细分一下 点 由轻到重 好 横画 左边低 右边高 顿比 竖直直下来 续满力量勾出 横撇 顿比之后 慢慢转弯 慢慢抬高 顿比撇回来 那笔 由轻到重 慢慢地滑入尖 底下平齐 这个点画 它是由轻轻的褥子 再到重的 回封收笔 心如雨点 这是点画 横画 它是 左边低 右边高 顿比之后 往右行笔 停 再往下切笔 竖沟 竖沟当中 竖要直 停 续满力量勾出 这个横撇 横撇 它是左低右高的趋势 停顿之后 切笔 转峰 慢慢行笔 一边转弯 一边抬高 这个一个小撇 小撇由重到轻 快速 速度要快一些 这个纳笔 它是斜纳 由轻到重 停顿之后 慢慢地出尖 它分为一波三折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基本笔画的写法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 长痕的写法 长痕的写法就是 好 一起看 先顿比之后 往右方行笔 行笔过程当中 行笔左低右高趋势 到末端 轻轻地往下按 好 回风收笔 硬笔跟毛笔的区别就是 顿比之后 不需要再回风收笔 下面呢 我们介绍一下 长痕的放置 首先我们写个上字 上字的写法 顿比之后 竖下来 竖要直 横画由轻到重 这个是左 左横 短横 长横的话 顿比之后 往右行笔 轻轻地往下压 回风收笔 我们再写个 图字 顿比之后 左低右高 写个中横 竖要顿比之后 再往下走 长横的写法 形成左低右高趋势 下面我们接着再讲一个 短横的写法 短横的写法 与长横的 写法的区别 就是把长横变短 好 大家一起看 顿比之后 向右行笔 好 慢慢地回风 形成左低右高 我们 一起 写一下两个方式 第一个 我们先写个短横 回风收笔之后 下面这个 是一个长横 往下 回风 二指 我们再写 下一个王字 王字的写法 第一笔 我们可以先用个 左肩横 第二笔列短 顿比之后 往下形笔 我们底下写个长横 往下压 回风收笔 中间的距离 相等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 斜横的写法 斜横 我们也可以叫 左肩横 左肩横的写法 就是 由倾入子 向下按笔之后 回风收笔 好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斜横的范子 首先我们写个 一二三的三 由倾的入子之后 向下按笔 中间一个短的横画 往下按 第三个横画是长横 按笔之后 往下回风收笔 要记住 中间两个横画 间距是相等的 我们再写一个五字 五的话 由倾到重的入子 也是一个斜横 顿笔之后 这个是斜的竖 再写个横折 顿笔 再写个长横 长横要往下按 回风收笔 下面我们再接着讲 竖画 竖画当中 它分为基本的三种 第一个 我们写个垂路竖 垂路竖的写法就是 向右下方顿笔之后 向下行笔 在行笔的过程当中 速度要匀称 向下按之后 回风收笔 再看一遍 顿笔之后 向下行笔 停 回风收笔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 这个垂路竖的放置 写法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各自的写法 各自的写法 顿笔之后 一边走一边转弯 慢慢地抬出尖尾 好 纳笔的话 要在撇画略低一点 行 起笔 由轻到重 慢慢地滑出尖 好 顿笔之后 数值之下来 垂路竖的写法 各自的写法 我们再接着讲 下一个垂路竖的放置 下子 顿笔之后 横画 左低右高 回风收笔 从中间偏 偏往下方 顿笔之后 往下行笔 这点 由轻到重 我们往下 接着讲 悬真术的写法 悬真术的写法 是 顿笔之后 往下行笔 一边行 一边 慢慢地抬高 慢慢地出尖尾 再看一遍 顿笔之后 数值之下来 慢慢地收尾 好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悬真术的写法 首先我们先讲 第一个放置 十字的写法 顿笔之后 左低右高 长横 往下压 回风收笔 顿笔之后 数值直下来 慢慢地出尖 第二个放置的写法 风 丰收的风 先写个长横 先写个中横 再写个短横 最后 我们是一个 长横的写法 要注意 三个横画 之间的间距 相等 顿笔之后 再写个悬真术 慢慢地出尖 我们讲个 短数的写法 短数的写法 与 垂路数的写法 相似 请看一遍 顿笔之后 往下竖笔 一般正常情况下 这个短数的写法 都略有弧度 再看一遍 顿笔 数值直下来 我们简单介绍 两个短数的放置 第一个 我们先写一个口子 顿笔 数值下来 横 折 再写个 短横 要记住 这个口子 要写得两边 倾斜 我们再写个 四边的四 顿笔之后 写个长横 左低右高之四 然后 往右笔切 竖直下来 我们再走一个 短横 这个四字的写法 它们的 左边和右边 基本相等 我们接着往下讲 讲到撇画 撇画基本分成四种 第一种 好 跟着我们一起来 第一个写斜片 斜片 顿笔之后 一边转弯 一边的抬高 把力量送到末端 好 我们斜片 取两个饭子 第一个 我们写人字 顿笔之后 慢慢转弯 慢慢地出尖 纳笔 由轻到重 慢慢地出尖 我们第二个饭子 写今天的经 顿笔之后 一边走 一边转弯 慢慢地出尖 纳笔 由轻到重 慢慢地出尖尾 要记住 左边和右边 相对平齐 中间 一个点由轻到重 再写个横折 我们再接着讲一个 竖片 竖片的写法 是把斜片 先写一段竖笔之后 慢慢地出尖尾 送到末端 我们再举两个饭子 第一个饭子 我们写月字 月亮的月 顿笔之后 竖下来慢慢地转弯 慢慢地出尖尾 横画 左低右高 顿笔竖子之下来 停顿之后勾出 再写一个短横 再第二个短横 记住 尽量不要封得太死 第二个饭子 我们写一个用字 用笔的用 顿笔之后 竖下来慢慢转弯 慢慢地高 横折 横的部分 稍微框一些 竖子之下来 勾出尖 再写两个短横 记住 不要左右相互靠近 顿笔之后 再出一个旋征术 我们再接着讲一个短撇的写法 短撇的写法 就是比斜撇略短 顿笔之后 慢慢地转弯 慢慢地抬高 短撇的写法 我们再举两个饭子 第一个 我们写生活的身 顿笔 由重到轻 慢慢地出尖尾 好 由轻到重 写个横画 中间略短一些 好 这个是竖笔 也单成竖笔 中间三个横画的间距 要相等 再写个米字 这个点 由轻到重 入子 顿笔之后 撇回来 横画 左低 右高 直视 我们再写个垂路数 撇慢慢地出尖尾 纳笔略低一些 停顿之后 慢慢地收尾 我们再讲一个平撇 平撇的写法 就是写的时候 要略平一些 顿笔之后 慢慢地出尖 再看一遍 顿笔之后 平地出尖 好 我们介绍一下 平撇的写法 我们先写个手字 顿笔之后 平地出尖 中间一个短的横画 左低又高 下边一个长的笔画 要记住 三个笔画之间 间距一字 再写个有弧度的勾 停顿之后 勾出尖 再写个合苗的合 顿笔一个平撇出尖 横画左低又高 好 再写个垂路数 这个是一个斜片 纳笔略低一点 由轻到重 慢慢地脱出尖 我们介绍一下 纳笔的写法 纳笔基本上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斜纳 第二种是平纳 好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两种笔画的写法 斜纳 由轻顿笔之后 往下按 停顿之后 慢慢地出尖 它分成一波三折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斜纳的放置 先写个大字 顿笔之后 形成一个左低又高姿势 再写个竖片 慢慢地转弯 这纳笔 由轻到重 停顿之后 慢慢地出尖 要记住 底下裂平旗 接着我们写个天字 先写个左肩横 由轻到重 再写个顿笔之后 一个横画 往下按 再写个竖片 纳笔的话 由轻到重 入纸之后 停顿之后 慢慢地出尖 我们再介绍一下 平纳的写法 平纳比斜纳略平一些 顿笔之后 轻轻地往下按 停顿之后 慢慢地出尖 下面我们再介绍两个方式 第一个 肘子 横画 顿笔之后 竖直下来 再写个长的横画 往下压 鼻风收笔 对准中间一条竖线 写个垂路竖 再写个横画 要记住 上下之间的 间距一字 写个撇 略直一些 再写个平纳 纳下平平地 滑出签 再写个平纳 再写第二个 远 由轻到重 顿笔 要记住 我们写 这个圆字 略小一些 因为底下 还有个肘子底 再写个平纳 慢慢地拖出签 我们再介绍一下 点画的写法 点画基本分成四种 第一个 左点 第二个右点 第三个竖点 第四个长点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左点的写法 左点是往左方向 由轻到重 入直 回风收笔 收笔裂块 再看一遍 由轻到重 入直 再回风收笔 我们介绍一下 左点的两个范子 第一个 小字 顿笔之后 这个勾略有弧度 这左点由轻到重入直 右点 也是由轻到重入直 要注意 两点之间的间距 相依致 我们再接着 讲个浓字 这个是左点 由轻到重入直 再写个横勾 切笔之后勾以来 勾不能太大 顿笔 慢慢走 慢慢抬高 再写个竖题 这个纳笔 要生长 我们接着讲一个 右点 右点的写法 由轻到重 形入雨点 跟下雨的雨滴一样 再写一遍 由轻到重入直 慢慢地回风 好 我们示范两个 放直 第一个 主 由轻到重入直 横画 左低右高 中间的横画略短 对准这个点 竖直下来 好 要 应写成 三个横画间距 一字 主要的主 再写个文字 文学的文 这个点 由轻到重 入直之后 我们再写个横画 左低右高 往下按 对准这个点 再写个竖片 慢慢转弯 纳笔 由轻到重 慢慢地滑出间 记住 这个纳笔 跟这个点 是形成 一条垂直线 我们写个竖点 竖点和垂露竖 相似 但是它是短小的点 请看 顿笔之后 往下 直直下来 再看一遍 顿笔之后 往下 好 我们简单介绍 两个方式 第一个 金 北金的金 顿笔 写个竖点 再写个长横 往下压 口子 两边倾斜 中间对准 写个小 由轻到重 左右两点 间距一致 我们再写个 定 顿笔 一个竖点 我们写个 宝盖头 横钩 中间的竖 对准这个点 再写个横画 纳笔 油轻到重 慢慢地滑逐渐 我们再介绍一下 长点的写法 长点的写法 我们也可以 叫反纳 好 大家一起看 长点的写法 就是把这个 右点写长 再看一遍 油轻入纸 往下按 回风收笔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两个长点的 放置 第一个 写个头 两个点 油轻到重 顿笔 左低又高 往下压 我们再写个竖片 慢慢地转弯 下面是一个长点 由轻到重 再写个步子 顿笔之后 左低又高 往下按 在这个横画的中间 起笔 写第二个片 顿笔之后 写个垂路数 要记住 步子要通头 再写个长点 长点的底下 以这个片平齐 我们先来看一下 横体的写法 好 大家请看 顿笔之后 慢慢地收出尖尾 再看第二遍 顿笔之后 慢慢地收出尖尾 我们下面写两个范子 第一个写虫 昆虫的虫 先写个口字 大口框 好 顿笔竖直下来之后 再写个横体 这个点由轻到重 再介绍一下 一个北字的写法 顿笔竖直下来之后 写个短横 再写个横体 一个小的撇之后 顿笔 竖弯 停 勾 我们再 接着介绍 长提的写法 大家请看 长提的写法 顿笔 竖直下来 再蓄满力量 慢慢地提出尖尾 再看一遍 顿笔 竖直直下来 切之后 慢慢地提出尖尾 好 大家请看 我们写两个方子 第一个 长大了长 一个小片 再写一个长的横画 等一下按 顿笔竖直直下来 顿笔竖直下来 竖弯钓要略大一些 停 往上勾出 我们下面介绍一下 勾的写法 勾 它基本分为 十一种勾法 第一个 我们先讲横勾 横勾的写法 大家请看 顿笔之后 左低又高 切笔 再往回勾 勾要略小 再看 掉变 顿笔 左低又高 切 再往里头勾 勾要略小 下面我们介绍两个方式 第一个 买 买卖的买 顿笔 写个横勾 勾回来 越小一些 我们底下写个头 竖下来慢慢地转弯 再写个长点 我们再写个芡 顿笔之后 一个小的片 再写个横勾 这横勾略小 竖下来转弯 纳下来 慢慢地拖出肩 我们讲第二个 横折勾 横折勾的写法 大家请看 横画 左低又高 折之后 往下 直直下来 勾 再看一遍 横折勾 折之后 往下 勾 好 我们介绍两个方式 第一个 丝基的丝 顿笔 横 折勾 再写个横画 加一个口 注意横画跟口 它是属于平行关系 再写个句子的句 一个小片 再写个横折勾 口字 两边 清鲜 第三个 我们讲 竖弯勾 竖弯勾的写法 请看 顿笔 左低又高 转弯 竖弯 停下 勾 勾的方向 指向上 正上方 再看第二遍 顿笔车 竖弯 停 勾出尖 好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两个方式 第一个 9 123456789的9 顿笔 写个撇 再写个 横折弯勾 勾的方向指向上 正上方 再写个 几个的几 先写个竖撇 再写个横折弯勾 我们再讲一个横折 折折勾 横折折勾的写法 请看 横折 折 折勾 再看第二遍 这里要顿一下 横折 折折勾 我们先示范一下两个方式 第一个 奶 有容奶大的奶 先写个撇画 撇略直一些 再写个横折折勾 第二个 我们写个奶奶的奶 女字旁 列收缩 这个是变提笔 我们再写个撇画 横折 折折勾 我们再讲一个横撇弯勾 横撇弯勾的写法 大家请看 顿笔之后 切 往下走 尽量一笔写完 这个勾的方向 指向上 再看第二遍 横撇弯勾 好 我们简单介绍两个方式 第一个写 除 它作为左边的偏旁 我们这边要写个垂陆树 撇纳要生长 底下是一个长的横画 注意 竖钩要对准 中间这个点 这两边的点要左右对齐 再写个纳 顿笔之后 转弯 这个钩要有点弧度 这两个横画 以上边 要形成平行关系 间距一致 再写个旋真数 我们讲竖钩的写法 竖钩的写法是 大家请看 顿笔之后 竖直直下来 续满力量之后 勾出 勾的方向 要注意角度 再看第二遍 顿笔之后 竖直直下来 停顿之后 续满力量勾出 注意 勾不能太大 我们下面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 寸 分寸的寸 顿笔 则 左低右高 再写个竖钩 续满力量之后勾出 再写个点 油轻到重 第二个 我们写个水 水平的水 竖直下来 勾 这个横画 左低又高 撇慢慢走 慢慢转弯 这个撇 注意要对准 这个横线这里 纳笔由轻到重 慢慢地滑入尖 要注意 底下是平起的 这边是空隙的 下面我们讲 竖弯钩的写法 竖弯钩的写法是 好 大家请看 顿笔之后 竖弯 停下 再往上勾出 勾的指向 向正上方 要记住 竖 要往左边偏一些 再看第二遍 顿笔 竖弯 停 勾 好 我们下面 举两个放字 第一个 鹅子的鹅 我们先写个竖片 好 顿笔之后 竖弯钩略大一些 停 再往上勾出 第二个放字 我们写个圆 圆弹的圆 先写个 左肩横画 顿笔 再写个长横 要记住 要平行 从中间 先写个小撇 再写个 顿笔 竖弯勾 停 再勾出 我们讲 个竖折 折勾 大家请看 竖折 折勾的字 竖折 再切 再往 勾 再看第二遍 这个勾是有弧度的 顿笔 竖折 折 勾 好 下面我们写两个放字 第一个 弓 先写个横画 折要变短一点 再写个横画 跟上面是平起的 竖折 折 勾 要记住 这个是略带弧度的 第二个放字 我们写个码 码到成功的码 先写个横 横折过来 略小一些 再写个竖折 折勾 顿笔之后 再写个长横 往下压 记住 不要太 写太长 我们 再写个 弧弯钩 弧弯钩的写法 大家请看 顿笔之后 略有弧度的 勾 再看第二遍 顿笔之后 要有点弧度 蓄满力量 勾出 我们再举两个放字 第一个 子 孩子的子 我们先写个横钩 横钩 刚好对准 中间一条线 再写个 弧弯钩 写个长横 再写个 手 手臂的手 顿笔一个平片 中间一个短横 底下一个长横 要记住 三个 笔画之间的 间距一字 再写个弧弯钩 再写个弧弯钩 我们再讲一个斜钩 斜钩我们也可以叫 隔钩 下面我们写一下斜钩的字 顿笔 写个斜钩 停顿笔 停顿之后 这个钩的指向往上 要记住 不能写太弯 也不能写太直 再看第二遍 写钩 我们下面写两个放字 第一个 写我们的我 先写个小的平片 再写个横画 这个斜钩 我们一定要拉得长一些 钩的方向往上 这点油轻到重 再写个名 人民的名 横画 左低右高 折往下 好 顿笔之后 竖 提 这个横画 跟上面的横画 是平行关系 再写个斜钩 我们再讲一个握钩的写法 握钩的写法 请看 由轻到重入子 停顿之后 45度脚勾出 再看第二遍 握钩的写法 由轻到重入子 停顿之后 45度脚勾出 横成 一个小床 好 大家请看 我们写两个放字 第一个 心 这个点 由轻到重 写个握钩 停顿之后 45度脚勾出 中间一个点 再勾到上方 再一个 右点 形成一个斜式 我们再讲第二个放字 诗念的诗 先写个田子 田子要两边倾斜 再写个心字里 中间一个点 对准中间数 这个点 要在勾的上方 下面我们讲 折的写法 下面我们讲折的写法 折基本分成十种 第一种 横折 横折的写法 大家请看 顿笔之后 左低右高 折切笔之后 往下走 再看一遍 顿笔之后 左低右高 切笔之后 往下走 下面我们举两个放字 第一个 日字 先写个垂落树 再写个横折 中间一个横滑 底下封口 要记住 中间的布白 相依致 我们再写个田子 田子 这个树要 倾斜一些 横折 也要跟着 倾斜一些 形成两边倾斜 注意 中间四个布白 基本一致 我们讲 竖折 竖折的写法 大家请看 顿笔之后 往下树 再切笔之后 往右边折 再看第二遍 顿笔之后 好 再往右边折 好 我们举两个放字 第一个 山 高山的山 请看 顿笔 树直直下来 中间的树 越高一些 两边的树 越低一些 好 这个树 略高一些 形成左低 右高 之势 中间两个 卷取 一致 我们再写个 区 区正辅的区 先写个 横画 好 再写个 交叉 再写个 竖则 下边 要注意 下边的横画 比上边的横画 略长一些 我们再 讲横撇 横撇的写法 大家请看 顿笔之后 左低 右高 再切 再转弯 慢慢地抬高 慢慢地出尖 要把力量送到末端 再看第二笔 顿笔之后 切 转弯 慢慢地 转弯 慢慢地抬高 我们写两个方式 第一个 右 顿笔之后 这一段形成一个树 撇 再纳笔 油轻到重 慢慢地出尖 第二个 我们写个水 水 再看一遍 顿笔 竖直直下来 勾 再写个横撇 这个撇要略小一些 纳笔 油轻到重 慢慢地脱出尖 我们写个横折弯 横折弯的写法 大家请看 横 折弯 它略有弧度 再看第二遍 这个横是左低右高 转笔之后 略有弧度 好 大家请看 我们写两个方式 第一个 写个 没有的霉 三点水 这个油轻到重 第二点要凸出来 第三个 顿笔 慢慢地提出尖 再写个 横折弯 下面这个柚子 是竖片 纳笔 油轻到重 慢慢地出尖 再写个 铅笔的铅 顿笔 油重到轻 慢慢地出尖 要记住 这三个横滑之间的尖区 一致 再写个横折弯 口子两边倾斜 我们讲竖弯 竖弯的写法 大家请看 顿笔之后 竖下来慢慢地弯 它略有弧度 和竖弯钩相似 再看第二遍 顿笔之后 竖弯 好 我们下面举两个方子 第一个 四 四个的四 这个树要倾斜 要写成两边倾斜 勾 再写个片 这里是树弯 再封口 我们再写个西挂了西 横画 左低右高 两边倾斜 再写个树片 这里是树弯 再封口 封口刚好封到沟的 出沟处 我们再讲 横折提 横折提的写法 请看 顿笔之后 转笔 直直下来 切之后 慢慢地提就尖 再看第二遍 这个横画是左低右高 切了之后 往下走 顿之后 再慢慢地提就尖 下面我们再举两个范子 古诗的诗 我们先写个盐字旁 再写个诗 这是一个长痕 竖直下来 再勾 这个点油轻了重 再写个诗语的诗 也是一个盐字旁 要注意这个横折钩的 提笔不能过大 再写个口子 两边倾斜 我们讲撇折的写法 撇折 大家请看 顿笔 撇之后 再切一下 慢慢地提 再看第二遍 顿笔之后 切 出锋 好 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 云 云朵的云 先写两个横画 底下是一个长横 往下压 顿笔之后 慢慢地折出尖 再一个点油轻到重 我们再讲一个 去着 去着的写法 油轻到重 入纸 这个竖笔的话 要略高一些 往下按 顿笔之后 出尖 再写一个点油轻到重 要注意 上下横画 要平行 我们讲横折 折撇撇 横折 折撇撇的写法 大家请看 顿笔之后 横折 再转一下 再慢慢地出尖 横折折撇 和横折 折勾 很相似 顿笔之后 转笔 好 横折撇撇 慢慢地出尖 要把笔间送到末端 好 我们举个 例子 极 极致的写法 顿笔 写撇 要略直一些 再写个横折撇撇 再写个纳笔 油轻到重 慢慢地出尖 注意底下列平起 再写个停 家庭的停 这点油轻到重 再写个横画 左低右高 这个撇画略长一些 要记住 这个横 长 撇短 再写个 停字 纳笔 油轻到重 要记住 这个横折折撇的写法 要略小一些 我们讲一下 撇折点的写法 顿笔之后 撇 再折一下 再往下点 再看一下 顿笔之后 撇 再切一下 再往下点 油轻到重 下面我们举例子 第一个女 女子的女 顿笔之后 撇是长的 这个点 略短的 好 竖下慢慢地转弯 正笔再走个长横 要记住 长横 要在这个 转折的上方 我们再写个 妈妈的妈 这个女字旁 这个撇折点 变得窄小一些 再写个提笔 因为这边还有一个 码字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提笔 这个要转弯 勾要略小 再写个长横 我们讲 竖折撇的写法 竖折撇的写法 请看 顿笔之后 竖折撇 再看第二遍 顿笔之后 竖要长一些 折撇 好 我们举两个范子 第一个 庄 庄衣的庄 先写两个横 一个是短横 一个是长横 但是要平行 写个竖折撇 再写个点 油轻那种 再写个床 床梅的床 单人旁 略小一些 再写个 装衣的床 竖折撇 油轻那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